战斗出航 美国航母舰载机的出动方式 根据作战需要 可分为两种基本的组织指挥方式 一种是分波作业方式 另一种是连续作业方式 分波作业方式 是按波次飞行周期来活动的 两个相邻飞行周期之间 没有交叉重叠 中间隔着一个准备周期 每步出动的飞机可多达40到45架 攻击力强 可对敌方进行饱和攻击 这种作业方式 适宜于集中攻击的作战活动 连续作业方式 在一个飞行周期未完 另一个飞行周期又插进来 出动飞机的飞行周期 首尾交错重叠 可连续维持航母战斗群的作战行动 并将空中作战能力保持较长时间 这种方式飞行任务调整灵活 可以同时放飞不同型号的飞机 执行多种作战任务 主要用于需要同时执行防空 对海对岸警戒 反潜 监控 侦查等防御性作战行动上 航母舰带机 它需要完成的任务 或者执行的任务 总类多样 既有防空作战 也有对地攻击作战 还有对海 海面目标实施攻击的 这个